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看到天边那宛如红丑般的晚霞 整个人好像都被大自然的温暖包裹 舒服的让人心醉 户外写声是一个感受大自然很好的方式 一看这位网友和他的朋友们就十分会享受生活 其实生活就是这样 满霞每天都有 但是你换了一个地方 会有不一样的心境 所感受到的情绪 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只要你用心去感受 一切都会随你而来 奔你而去 还有一位特别的网友分享说 今年春天一定会做的事是学会给自己做饭 因为疫情的原因无法出门订外卖 所以只能选择自己动手做饭 虽然色香味可能一样不占 但是亲手做饭的满足感是外卖无法代替的 同样也希望大家不要因为隔离而焦虑 生活的美好往往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这位网友的心态很好 俗话说自己动手风意足食 我相信总有一天色香味你能占一样 同样也希望如约而至的不只是春天 还有疫情过后平安的我们 大家的分享都很精彩 眼看就要到夏天了 那这个春天里是否有未完成的遗憾 其实对我来说今年最大的遗憾 就是还没有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和伙伴们一起去游玩 还是一件很歉意的事情 希望这个遗憾可以在疫情之后弥补吧 众所周知 其实家里最近多了一位新成员 那就分享一些关于三昧虎虎的趣事吧 虎虎她其实还小 然后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 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她都会围着墙角 把这个空间转一圈 好像转完一圈之后她就会觉得 哦这个地方我都看过了 我会有一定的安全感 我也熟悉了 但是她站这个的时候 就像一块小拖板 在地上拖地 因为她的腿实在太短了 虎虎是一个矮角的猫 很久没有和大家见面了 也知道大家一直担心我 其实我最近一直在策划后面的工作 希望有更丰富的东西可以呈现给大家 春过夏林 相逢的人会再次相逢 四季交替 新的故事会寄托新的希望 希望大家可以带着未完成的遗憾 在春天里奔跑起来 即使道路宁明 也终将收获漫山遍野的浪漫 七云联盟也会将春天收集的美好 带到夏天播放 春风有幸 华凯有期 七云联盟期待于你的夏季之月